辛辛苦苦的烧出一顿饭 然后端上桌的时候 家人说你烧得太咸了 或者烧得太淡了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也体会过这样的一种感觉 以前呢 如果要说我的话 我会不高兴 现在呢 在说的时候我会问 是真的咸了吗 还是真的淡了吗 会问一下 如果他们觉得确实是这样 那我会说 哎呀对不起 那我今天呢 烧咸了或者烧淡了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呢 就真的在烧菜的时候呢 就不知道怎么该放盐了 然后我就给爱人喊过来 我说你看看 今天这个菜应该放多少盐呢 因为最近我放盐的话 你不是说咸了 就是淡了 然后导致了我烧菜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该放多少盐了 所以就麻烦你来指导我一下 然后爱人呢 看我平时的态度也挺好的 那天呢 他也就笑起来了 他说 他指导我说 哎放多少盐放多少盐 然后我就放多少盐了 放完了之后 他就说 哎 之后你要是烧淡了 或者烧咸了 我就不说了 说了你好像就有点不知所措了 我说对 确实是的 就不知所措了 嗯 现在呢 真的 他就不再说了 然后在上桌的时候 咸或者淡 实际上 我自己能尝出来 一旦发现 咸或者淡的时候呢 我首先会 会先 道歉 哎呀对不起哈 今天烧咸了 或者烧淡了 淡的话 我就再去放点盐 咸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实在 对不起 那我主动这样说的时候呢 爱人呢 实际上他也 他也不再说 他就会说 哎 没关系 没关系 嗯 我们呢 就是想要有一段 好的关系 那有很多时候 如果是我们错了 我们就要学会去 承认错误 也会找方法 去解决 这一些矛盾 让这些矛盾呢 不成为矛盾